OK 现在饭走上了 又可以回到位置上来了 还是堵到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鹰 今天我和本尼将从荷兰的北方城市 格罗宁根驱车250公里 到达荷兰的南方城市 洛特丹附近 我和本尼的旅居生活 一般的情况下 每天开车不会超过100公里 但是呢 现在欧洲的北方天气渐渐的变冷了 我们想尽快的到达欧洲的南方 所以呢 今天选择了比较长的距离 差不多有250公里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 叫做豪达 豪达以当地的奶酪非常有名 在德国或者在欧洲 很多地方都有销售 所以我们对这个城市啊 非常感兴趣 这边的那个柴油1.85欧元一升 荷兰的柴油好贵啊 比法国贵 今天啊我们大概要在高速路上开200多公里 荷兰的高速路啊非常好 非常的平整 而且穿过 啊 贵的卡维也有很多 是货车也有很多 但是呢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它这边没有什么山嘛 就是平原 所以这个风很大 我们的房车呢 今天开的也不快 而且是我开 就控制在90公里每小时 所以呢 就本来说哈 我跟着前面的货车开 这样的话呢 风就会小一些 还可以省才有 啊 今天又选了一招 哈哈 挺好的 在荷兰啊 现在在海边上 这边风车也挺多 而且这边还不行啊 也没有树遮挡 看起来还挺痛 算是荷兰的一道风景 现在高速路的休息站 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呀 妈妈 没事的给泡沙 哈喽 大家好 现在我们在荷兰的一个 高速路休息站 这里啊 停到客房车啊 在这里休息 刚刚我开车 开了一个多小时 有点累了 现在也休息一下 本年呢 它是喜欢坐在房车里面休息 我呢 觉得在这外面啊 这个地方走一走 脑袋更容易清洗 这个高速路休息站啊 它这里有很多的充电桩 荷兰看来这个电车还不少呢 这里只显示可以用卡 信用卡支付 但是 没有价格 我们现在的车子啊 靠近路特丹了 天呐 这最后的10公里 我们已经花了快两个小时嘛 天呐 受不了了 真是受不了了 再也不喜欢靠近大城市了 太麻烦了 一直堵车堵车堵车 现在还好一点 刚刚那个整个那个 四条道的车子就跟停车场一样的 左边这些孩子们呢 是从高中学校出来的 我感觉这些西方的高中生好成熟哦 穿的就跟 我们说的二十几岁的人一样的 面在修路 而且呢 又是两条车道变一条车道 OK OK 哎呀 无聊得很哦 现在我来做饭了啊 MING PAO CANADA 现在饭已经煮熟了 而且我有先见之明 今天早上我已经把这个鸡肉给炖上了 等会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还是很有远见的啊 哎呀 现在这个车子停在这一动都不动 看吧 动得厉害 我的饭都快煮好 我们这边还没有前进到20米 还在这个街上 才跑了几米 哎呀又遇到了这个红灯 还有最后的一公里 现在是5点52分 看最后一公里需要多长的时间 祝我们好运吧 这边是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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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烫冲啊 太棒了 还有600米 这个地方就是小桥流水的美景啊 我们今天来晚了 这边现在挺慢的房子 那里跑了很多公里 那里跑了很多公里的公里 那里跑了很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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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这个充电充到了74%了 这个行车充电啊还是挺好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说明 这个冰箱太耗电了 我们第一个小时是冰箱用的电嘛 所以说就只充了13% 这一次用充电就充的比较多了 现在是6点24 今天晚上做饭用了10分钟 其实就是把这个汤热了一下 然后做了一个沙拉 这个凉拌菜 然后就配着吃了 这个是火鸡肉炖的胡萝卜 调料呢就是那种带子装的 酸辣的这种调料 本人喜欢辣椒 然后再给他搞了一个辣椒蘸碟 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嗯 这个火鸡肉啊 这样炖起来吃还蛮冷的 嗯 不错 最松的 分手骨头 嗯 赶紧吃完饭再烤 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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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火鸡肉啊 它就真的有那种肉的味道 很扎实的肉的味道